一星期一本书 我耳朵交给伊米吧 莎士比亚在《爱的徒劳》中写道 你的舌头就像一匹快马 它奔得太快 会把力气都奔完了 由此可见 说话是一门学问 在婚姻中 犹是如此 千万不要觉得 夫妻感情好 就可以口无遮拦 否则再深的爱 也会被伤人的话 磨平一切 想要婚姻长久 就必须懂得控制脾气 尤其是说话方面 夫妻关系再好 睡前也不能说这三句话 笨女人才会毫无顾忌 第一种是嫌弃对方的怨化 幸福的婚姻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婚姻 各有各的作法 人都是情绪化的生物 他们有一个共性 那就是爱比较 从工作到孩子 再到男人 无疑成了大家 茶余饭后的谈资 相互比较之下 难免心有不甘 虽说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往往只需一个人的态度 就决定了整个婚姻的质量 后台一位读者向我倾诉 和老公结婚三年 自认为感情还算融洽 所以在说话上 一直都是脱口而出 丈夫在工作上是挺努力 但在家务上喜欢泛滥 她希望丈夫能帮自己分担 但在和丈夫交流的时候 总是喜欢拿她和别人比较 一开始丈夫还挺自责 后面自己数落的次数多了 她的反抗情绪也越来越强 甚至说 你看谁好就和谁过去 最后家务不但没有让自己省心 还搞得两个人出现了矛盾 林语堂说 世上没有不吵过架的夫妇 假定你们连这一点常识都没有 请你们先别结婚 长几年见识再来不迟 夫妻过日子 牙齿和舌头打架总是常有的事 但吵架归吵架 千万别拿别人来和自己的另一半做对比 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有的工作上上进 有的家务上上心 你们能步入婚姻 对方肯定有让你清新的理由 这个世上没有伟人 没有完人 有的只是凡人 不要看到不足和缺陷就去数落 埋怨对方 语言这东西很奇妙 说爱的时候苍白无力 然而伤害的时候又锋利无比 两个人想要相处舒服 记得对方的好 才能让生活更甜蜜 凡之抱怨对方的错 只会让感情更无味 永远记住 好话永远比怨话动听 鼓舞永远比厌恶神情 第二种是指责公婆的气话 人们常说婆媳自古难相处 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人 是别人家的媳妇 永远比自己的女儿贴心 别人家的婆婆 比亲妈还要疼自己 可亲妈就是亲妈 婆婆就是婆婆 婆媳间没有天然的爱 也没有天然的恨 两个本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因为爱着共同的男人 才产生了交集 如果一开始 就想把婆婆当成妈 那可要大失所望了 说起婆媳矛盾 朋友淼淼深有感触 她说刚结婚那会儿 夫妻俩很是恩爱 老公也处处迁就自己 当时和公婆住在一个屋檐下 婆婆做事儿 自己总是看不惯 和老公吐槽时 老公还会跟婆婆说 让婆婆把一些不好的习惯 改正过来 让婆婆对自己好一些 正是因为老公这样 为自己考虑 所以更加得寸进尺 后面婆婆做的任何一件小事儿 都会被自己放大 然后和老公抱怨 当苦水越到越多的时候 老公的态度也开始变了 只要我一提到婆婆 不管好事儿坏事儿 她就会说我是闲得慌 整天无理取闹 两个人的关系 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僵硬了 甚至经常吵架 后来她开始自我反省 不在老公面前 数落婆婆的不适后 不但夫妻俩的感情 渐渐回温 和婆婆的关系 也缓和了许多 其实啊 婆媳之间发生矛盾 丈夫就会像夹心饼干一样 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她不能在父母面前 说自己老婆的不是 也不能在媳妇面前 数落自己的父母 很多男人可以容忍对方的小脾气 小韧性 唯独忍不了她对自己父母的指责 这是人之常情 有人会问 婆婆和媳妇真的是天生的敌人吗 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好 不会做媳妇的两边船 会做媳妇的两边蛮 一个幸福的家庭 离不开一个会说话的女人 婆婆毕竟不是妈 不会无条件地包容和原谅我们 保持一定的距离感 才是婆婆相处融洽的关键 枕边风虽然吹得轻便 但倘若吹过来的一直是凉风 任谁也会受不了吧 第三种是放弃婚姻的狠话 不想过就离婚 别以为离开你 我就长不到人了 哎呀离婚吧 跟你实在是过不下去了 今天谁要是不去离婚 谁就是孙子 类似的话 吵架的时候都听出耳简了吧 离婚仿佛成了任何时候 都可以拿到桌面上来讨论的资本 可却忘了常在一个锅里吃饭 哪有碗不碰碟 碟不碰碗的 夫妻俩从爱河上岸 走入家常里短 有争吵 有矛盾 再平常不过了 但一吵架就说离婚的 势必会影响夫妻感情 也会加速婚姻的灭亡 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对夫妻结婚数年 本该是磨合到完美的时候 然而两个人总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小事吵架 让丈夫感到头疼的是 每次吵架 妻子都会拿离婚当武器 一开始 丈夫还很有耐心 为了安抚妻子 好话说尽 但随着年龄增长 工作压力变大 生活也不顺心 丈夫也不再愿意哄妻子了 当妻子大喊着 我要离婚的时候 这次丈夫再也没有低声下气地请求原谅 而是十分平静地答应了离婚 即使后来 妻子承认自己说的是气话 也没有挽回这段婚姻 网上有人问 吵架时 女人经常把离婚挂在嘴边 是不是真的想离婚呢 答案不尽然 女人说离婚 大抵是希望伴侣多爱自己一些 殊不知 这样的话对男人来说 却是一种伤害 离婚说的次数多了 双方都会变得麻木 就和故事里 狼来了是一样的道理 两个人走进婚姻了 经历了风风雨雨 更应该好好地珍惜对方 即使再生气 也不应该拿离婚威胁对方 离婚二字说出口容易 但覆水难收 毕竟女人说一百次离婚 可能没有一次是真的 但一旦男人说离婚 那是真的 想离婚了 女人一定要切记 婚姻不是过家家 任何东西都是相互的 你尊重感情 感情才会尊重你 夫妻俩想要关系和谐 有时候说情话 比说狠话要见小多了 莎士比亚说过 不如意的婚姻 好比是做地狱 一辈子鸡争额豆 不得安省 相反的 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 就能百年协和 幸福无穷 然而 再美满的婚姻 也会有十次 想要离婚的想法 五十次 掐死对方的冲动 一百次的 你争我闹 和一千次 质疑最初的选择 两个人在一起 需要机会 需要缘分 但长久的相处 看的却是 勇气和 金盈的智慧 只有不吝啬地 向伴侣表达爱意 才能激发对方 更大的爱意 相反 狠话 气话 牢骚话 都只会让两人的距离 越来越远 愿每一对夫妻 都能坚守初心 懂得珍惜 懂得经营 让平凡的日子 也能开出 爱的小花来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 感谢各位的聆听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文章 也别忘了在文末右下角 点击再看 并分享到朋友圈 我是伊米 祝各位晚安 好梦香甜 祝各位晚安